这三年来台湾其实越来越好 打公主实行从120元 涨到158元 从基本工资股市破万 到育儿津贴 蔡英文最新竞宣影片 大打正机牌 我们也在意农渔民的朋友 农机也加码补助 要展现执政有成 怎么能少了热腾腾的农机补助 不过一个礼拜前 小英才宣布 大小农机具补助 从5000万加码到16亿元 创下史上之罪 更是过去不住的32倍 让绿营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现在为了选举 执政团队已经开出 3000亿以上的政策 买票性的政策 就是用我们全民的纳税钱 再做他的健全机器 被吕秀联抢政策买票 因为释放力多 到头来还是全民买单 从高铁南沿554亿 北夷高铁还有彰化高架 加上苏华公路安全提升360亿元 等等等等光交通建设 蔡政府就大洒了2873亿元 这件事情应该得到 大家超越蓝力 严厉的监督 他人格是虚伪的 是不足的 他口中的民主 也不去考验的话 想要一个什么政治当民主 吕秀联抢 小鹰满满政策 却是用纳税人的钱堆积 人民买单吗 记者华明君从越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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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